旅遊的禁令尚未解除 不過現在國內疫情趨緩 所以不少的業者 都藉機推出高單價的國旅行程 哈囉 Kiki 繽紛列車 除了有夢幻的車廂場景 還能在火車上唱歌 有業者合作環島執行列車 推出七天行程 從台北到武林農場福壽山 再玩到花東墾丁到高雄台南 單人房七天就要七萬元 雙人房一人也要超過三萬 單人花費幾乎等同歐美旅遊 七天要七萬喔 那滿貴的耶 去東南亞國家可以玩得很多吧 七萬塊都可以去日本呢 可以啊 我覺得 因為現在就出國也都去不了哪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多看看台灣也很不錯 玩國內花七萬加上玩七天還得請假 真的得想像 但不只環島七萬就連高雄南投三日遊 也有15500的行程 花蓮三天11300 馬祖三天11500 幾乎都能去港澳旅遊 但其實不少民眾都說 因為疫情國旅預算又增加 四萬或五萬左右吧 覺得在五萬以內應該可以吧 五千到一萬左右吧 過往其實是服務國外旅客居多嘛 那現在其實我們也發現 國人對於這樣子的旅遊需求 其實是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能出國只能待在國內玩 然後這個需求被刺激跟提升到 台灣疫情控制交出漂亮成績單 因應防疫不出門 民眾實在悶壞了 現在國旅解禁加上無法出國 預算乾脆全花在國旅上 但七天又價七萬的高價國旅 也著實讓消費者嚇了一跳 這也要是秀雲台北報導 並沒有預算 要開始獲得了 中文字幕——YK